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 今天继续讲中国反影圣尼达研发技师系列 第一篇第四章 伊拉克小事牛刀 加要 循序渐进的研究 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个世界有三个国家 跟他妈打交道的时候要格外当心 第一个就是以色列 和平典范项目就是教训 郑文 第二天一早 办事处的车子就过来接我了 我跟场站的人交接了一些事项 又把车子还给营长 伊拉克人的车子基本都不上锁了 所以车钥匙还都是留在车子上面 看得出来 营长不太高兴 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好意被别人拒绝 不过我确实更加不好意思 毕竟我才刚刚认识他 连名字都记不住 而且以后很有可能不会再见 下一个场站在卡尔巴拉以北 大约15公里左右 一个叫做萨卡哈尔的村子旁边 从莱哈利耶出来走高速公路 一路开大概20分钟就到了 这里距离巴格达也就80公里左右 距离卡尔巴拉也很近 卡尔巴拉历史悠久 建成大概有2000多年 公元680年 但是庄稼地不多 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是咱们国家 河岸两边肯定都是栽满蔬菜水果沙的 可是在伊拉克那么个沙漠国家 这片绿洲并未得到有效的利用 只有一少部分种了麦子和水果 好大一片还是都是荒草 这可能跟伊拉克人的传统习惯有关 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很懒度 场站位于一片开阔地 其实就是上次丢了面子的那个场站 同样 就是一个赢的配置 其实也只有一个连 我个人认为 萨达姆其实人还行 就太喜欢吹牛 最后把自己给吹死了 吹牛的习惯可能是阿拉伯人的传统 吹牛逼得最高境界 应该就是把自己给吹死 利比亚的卡扎菲也是吹牛的高手 最后也把自己给吹死了 这个场站配置的是萨姆巴系统 另外跟上一个场站不同 它配备了西卡尔弹炮合一系统 看得出来 这个场站应该是卡尔巴拉和巴卡达 对空防御的重点场站 上一个场站营长的名字 我没记住 所以这一次赶紧先问了一下 营长的名字 就记在小本子上 它叫塔里克 萨姆巴系统也是60年代研制 后来经过升级改造 全部采用车载 提高了机动性 它的导弹和火控系统 是部署在同一辆履带车上面 整个系统有四部雷达 导弹的射程有提升 但是火控雷达的截获距离 跟萨姆6差不多 大概的制造距离在30公里以内 不过这一部分跟我们本次的工作关系不大 我们关注的是它的预警系统和跟踪系统 萨姆8和萨姆6一样 其预警系统采用两部雷达 P40加上P15 另一套一波段测高雷达 P40系统类似当时我国正在研究的 红76的配套系统 这可以通过缩短波长范围 增加透波折射率的解析效果 来提升雷达探测范围和精确度 简单的来说 就算上次输给了萨姆6 但是升级以后 性能将会大大提升 因为功率在那摆着呢 P40比P15大五倍呢 闲话少说 先拿过来资料对比一下 他们的资料是阿拉伯语的 我还是看不懂 不过我带了设计说明 可以对比我们的资料 还有俄语的说明书 来研究他的这一套系统 也多亏伊拉克人的懒度 系统基本没有进行升级 所以研究起来还不算很费劲 说到这里 还是要提一下咱们的战士 咱们自己的雷达兵 学历起码都是大专以上 因此在使用过程中 碰到技术问题 他们会动脑筋去思考解决方案 不会在那里啥等 有一次在华南 就碰到过一个雷达 因为安装调试以后 厂站才注意到 安装位置位于候鸟路线上 在特定季节会产生伪信号 因此要求工厂做一些改善 工厂的技术人员就带着设备过去了 结果发现雷达本身运行良好 一问原来官兵自己想办法可以解决了 而且方法比工厂设计的方案还要简便 而且便于操作 祖国很多国家建过很多军队 在自力更生方面 咱们解放军战士确实是最强的 研究资料可以 改装改造也可以 但是到了晚上 问题来了 没地方休息 前面说了 这个厂站的设备都是移动式的 全部安装在履带车或卡车上面 跟上一个厂站不同 这个厂站连个厕所都没有 更不用说房子了 晚上没地方睡 萨尔 萨卡哈尔也是个小村子 于是我便安排到了 卡尔巴拉的一个军营 营长塔里克派任早接晚送 两天以后 我认识录了 就向塔里克营长借了一辆车 也就是丰田皮卡 自己开车往返 也方便之后晚上开机 那个时候 丰田皮卡在伊拉克乃至中东 随处可见 直到十年以后 大舰上的长城皮卡开始越来越多 后来甚至取代了丰田皮卡的地位 这也是光律提升的一种体现 闲话少说 用了差不多三天时间 系统升级完成 再用三天时间 把火控系统也升级完毕 在这个过程中 又是用山歌通信法 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 这个站点的大部分侦测方向 是面向南部 而且跟上一个厂站不同 它是两班24小时运作 这就给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当然 厂站还是职业军人职守 时间到了就交给下一个班 然后下班回家 只要雷达系统能够工作 这个导班对我确实没有什么影响 伊拉克人吃饭 算是比较清淡 主食是囊 当然也有米饭 就合着咖喱一起的 吃东北一米长大了我 尝遍世界各个地方 东北大米以外 那根本不能叫做大米 菜除了萨拉 就是各种各样的烤肉 有烤鱼 烤鸡 烤骆驼肉啥的 本人喜欢卡巴巴 就是羊肉馅 或者鸡肉馅 裹在铁签子上面烤的那种 也有烤炖菜 比如库兹 就是炖得很烂很烂的羊肉 就是咖喱米饭 另外伊拉克人比较喜欢甜食 这种馕据说是加了奶和糖的 松软好吃 就是馕 但是比新疆的馕 薄一点 比印度的薄饼 要厚一点 总的来说 平时用馕卷烤肉吃 很耐饿 也许是出生贫寒的原因 我自己对吃的 合住的要求不高 能填饱肚子 能有个地方躺着就行 更重要的是 父母一直教育自己 做事先做人 寄人代物要讲理数 滴水之人当涌泉相报 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美德 撒卡哈尔仗的雷达升级完毕 虽然有小曲折 但是经过两个白天的测试 效果非常好 塔利克也很满意 P40的探测距离大概170公里 升级以后可以达到250公里 与P15相同 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 发挥现有系统的作用 由于缩转了两种雷达的 波长范围 因此滤波效果更加明显 部分提升了 抗干扰能力 白天的调试完成了 我就跟塔利克营长建议 希望自己可以值几个夜班 检验一下夜间效果 其实这个是废话 雷达是通过电磁波的反射 来发现运动物体的 跟光线无关 所以白天还是晚上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不同的只是白天的 民用航班比较多 晚上大部分是军机 这里面或许也包括夜音F117 不知道我的请求 塔利克营长是否真的听懂了 或者就是凭着对我的信任 反正他爽快的答应了 下午我提前回去了经营 吃了点东西 睡了一下 大概晚上十点左右回到了厂站 打开波浦仪 哎呦 又是全屏的雪花点 跟那天晚上在 莱哈利耶厂站碰到的情景一样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凑巧 这不应该是设备问题 于是将各个系统参数 做了详细的记录 然后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大帽 出去指挥车外边的星空下面 转转 阿拉伯人喜欢一种水烟 香香的 干我们这行的 好多人都是大烟鬼 一来因为很多时候很无聊 用抽烟来打发时间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薰蚊子 由于小时候得过肺炎 所以我是不怎么抽烟的 但是水烟不一样 有时候会尝试一下 场战区域里有几棵树 伊拉克士兵在其中的一棵树下 搭了个帐篷 吃饭休息都在里边 阿拉伯帐篷跟蒙古帐篷不一样 平时帐篷四周都掀起来 只留着棚顶用来遮阳 帐篷里面铺着地毯 坐在里边很凉快 也很舒服 我进去的时候 帐篷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 悠闲的抽着水烟 看见我进去 就递了一条管子给我 他们平时讲阿拉伯语 我跟他们也没啥聊的 就一个人抽着水烟 拿着 看着南边的星星 一边看 一边想着雪花的来历 其实望星空 对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屏幕看得久了 很容易视觉疲劳 望星空倒是很好的放松 毛毛的夜空 除了星星 肉也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在旁边待了一个小时 就回到了指挥车上面 打开波普一 一看 吃了一惊 雪花的也不见了 屏幕下方倒是有两个目标 还在继续向下移动 抬头看了一眼大屏幕 同样是两个目标 一走一右 一前一后 根据数据 应该是美军飞机的正常执行 问了一下大概出现的时间 我同样做了记录 四日晚上 大概九点就来到了站点 打开波普一进行观测 雪花大概九点四十分左右出现 到十点四五分左右消失 连续观测了三天 大概都是这样 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是碰到了美军电子战飞机的干扰了 问题来了 都不打仗了 为什么还要定期出来干扰呢 三天过后 我回去了办事处 正碰见江处和涛哥也在 打了个招呼 还是先干正事 给张主任发了邮件 介绍了这几天的情况 也提出了我的困惑 另外 我也想请车间跟工厂技术处同志们 集思广义一下 看看怎么能对抗电子干扰 发了邮件 从资料室出来 江处跟涛哥正在洗菜 我们在厂站工作的时候 都是吃碰饭的 就是吃别人 别人吃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碰到什么 就吃什么 只有回到办事处 大家才有机会自己买菜下厨 大快朵頤 伊拉克大体位于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相对于其他中东国家 蔬菜品种还是挺丰富的 虽然价格比肉类还是要高一点 但是也不算太贵 于是大家就去拉马迪的市场买菜 然后在班师处的食堂 自己做饭吃 江处经常在外边跑 见多是广 而且厨艺精湛 涛哥更加不含糊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做灰菜 卤菜 香菜 东北菜 全都没问题 就说我差一点 只能安心的做自己的吃货 伊拉克本地买不到酒 我当时刚刚过去 不熟悉那里的黑市 但是红茶有不少种 其实生活在中国 去外边喝茶 只能说糟蹋了那个茶字 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入乡随俗了 用红茶 洋奶和薄荷 冲了一种茶 或者叫奶茶 很香 以茶代酒 大家聊了起来 江处说 中东这些国家 虽然都是伊斯兰教 但是分成不同的派别 经常打 以前伊拉克跟伊朗打 两边都跑到苏联美军火 后来苏联解体了 他们就跟我们买 沙特跟美国试一伙的 用的都是美军装备 但是大杀器 中程导弹是咱们的 东风三 现在是东风211了 还有 中东地区比较复杂 只要油价跌了 低过一定程度 肯定有仗打 基本都是美国 英国的金融寡头 在背后操作的 我就不明白 不是中东国家 一直对付以色列吗 教授笑了 说我 你可真单纯啊 真正跟以色列 动手掐架了 就那几个国家 埃及 叙利亚 黎巴嫩 剩下的沙特 卡塔尔 阿联酋 甚至伊朗 伊拉克 约旦 根本就是跟着其后 这些国家出钱 但是从来没派过 一兵一卒 为什么 都是钱闹的 只要仗打起来 石油供应就可能不稳定 市场就涨价 大家都赚钱 反之 天下太平 有石油价格就跌了 大家都赚不了钱 有石油的国家 只会出钱 不会牺牲自己的国民 去打仗 没有石油的国家 就只能出人了 赚点战争钱 血汗钱 打了那么多年 尤其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后 以色列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不只是美国支持以色列 中东那些石油大国 都不希望以色列垮掉 不是因为以色列 他好厉害 那么厉害 也不全是他背后的干爹 美国有多么厉害 全是钱闹的 战争都是残酷的 没有高尚的 受伤害的永远是普通老百姓 受益的都是躲在后面的经济和政治寡头 见识过战争的残酷 就更加珍视我们国家现在的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 平时在大山里面 也听过车间老师傅们抗大山 比如刘叔 但是系统的讲述战争的起因和战争背后故事的 江楚是第一个 研究的非常透彩 我真的很佩服江楚 正听着过瘾 资料室说 车间打来电话了 没错 就是张主任 我挺佩服张主任的 过了50岁的年纪 平时又是那么和蔼稳重 但是内心还是充满了激情 记得有一次开职工大会 张主任曾经非常严肃的说 敌激如果来了 打不打下来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看不到 那对他而言就是原则问题 张主任说 一早起来就看了我的邮件 首先我要尽量详细的记录波普一的发现 对夜音F117的探测 空军领导做了汇报 已经决定由总参牵头成立专门的小组进行公关 我也被张主任推选 成为小组的成为成员之一 不过在外边 只要做好自己的政策和记录工作就可以 政筑工作由其他小组成员去完成 后期也会跟我沟通进展情况 其次张主任说 美军目前的电子战飞机应该是 EA-6B 从波斯湾或者地中海的毫母上面起飞的 然后穿越伊拉克国境 按照他的判断 EA-6B的电子战吊舱功率很大 所以他不会一直开着 否则电力工业会出现问题 开机时间的选择必定有他的原因 这背后的情况很重要 最后张主任说 老美卖给台湾的EA-2T 咱们有些了解 但是对于EA-6B 还是要进行研究 他让我观察一下雪花点的数量 尺寸 密度 阻态表现等等 做好记录 听了张主任的指示 我还在消化当中 也就没有心思吃东西了 回去自己的房间 打开电脑 就把笔记本上面的要点都记录了下来 另外 找到电脑里面的几张图纸 跟火控系统设计有关了 研究了一下 办事处的打印机坏了 所以没有打印 就用笔大致画了一下草图 整理了一下 跟江处和涛哥打了招呼 赶在交班时间之前 就回去萨卡哈尔场站 塔里克营长看到我回去了 有点惊讶 还以为我会在办事处多待一天 其实再过两天 我又要转场了 还是想抓紧时间测试 按照张主任的要求 进行侦测和记录 跟之前一样 晚上9点40分到10点15分之间 准时出现干扰 不同的是 这一次我发现在干扰到来之前 屏幕显示 自南向西北出现四个高速目标 虽然只有短短不足10秒钟 紧接着屏幕就被雪花覆盖了 认真地做了记录 包括雪花的表现性是特征 第二天晚上 也就是在 萨卡哈尔场站的最后一个晚上 电子干扰如约而至 但是之前和之后 之后都没有发现 跟昨天类似的高速目标 我做好了记录 就回去经营 四日早上 跟塔里克营长告别 转战下一个场站 这一次回办事处 心情好了一些 江畜还在 魏哥也在 但是涛哥出去了 江畜开玩笑说 我们四个蹲一桌麻将 还真不容易 旁边的纳西姆插嘴说 他没法帮忙 虽然学过麻将 但是太难了 比拖拉机还难 这倒是提醒我们 以后永空的时候 可以拉上纳西姆凑起来打拖拉机 中午吃过饭 由于当天是星期五 那西姆说他要去参加集体祷告 于是我们就跟着一起去看看 那西姆很高兴 说我们上了车 突然想起来 自己刚刚学了开车 就想试一下 那西姆说不行 要考驾照 不考驾照 不能开车 考驾照不难 还可以用英文参加比试 我们就想当天下午直接去试一下 清真寺里面很多人 后来才知道 每个周五中午他们都有一个活动 一起打告 打告以后还有一个集市 卖什么的都有 非常热闹 我最喜欢吃一种烤鱼 不知道那种鱼叫什么名字 鱼刺特别少 而且烤出来特别的香 本地的椰枣也很好吃 据说以前阿拉伯人做生意 驼队走的时候经常 钱不着寸 喝不着电 于是就用椰枣做干粮 这东西说甜还不太甜 吃在嘴里也是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而且据说虽然甜 但是不是因为遮糖 所以对健康很有好处 曾经有一次我带回去一袋椰枣给家里 我妈用来做枣枣 枣馒头 只是吃起来没有红枣那么给力 但是我爸爸很喜欢 说是跟他下乡时候 吃了一种干粮的味道差不多 在中东地区 一部分巴尔干地区和希腊都保持着周五周六休息 周日上班的习惯 但是拿西姆并不是这样 他是中国化了的伊拉克人 也就是周五上班 周六周日可以休息 但是周五的祷告他一定会参加 而周六周日加班也是家常便饭 除了上班时间 拿西姆也比一般伊拉克人更有上进心 他曾经对我们说过 他的理想是拥有自己的一家建筑公司 将中国的先进技术引进来 并大规模扩大在中东的市场 在伊拉克 或者说在中东国家 像拿西姆这样有理想的青年并不多见 绝大多数都相信命运 情愿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 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所以像撒纳姆大叔这种智商的人 都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 拿西姆的家族算是中产阶级 父母都在拉玛迪附近的石油公司工作 在中东地区 女性参加工作的机会并不多 一方面是他们伊斯兰教并不鼓励女性抛头露面 另一方面 结婚以后孩子都会搬出去居住 而有了孩子之后 父母工作 母亲照顾家庭 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这个跟咱们国内不同 国内一般年轻夫妻都喜欢跟父母在一起 老人带孩子解决了很多问题 大概是因为孩子数量多的原因 国外一般结了婚都会搬出去 然后开始男主外女主内的独立生活 也造成了已婚女性工作的比例普遍都不高 这一点其实跟白人国家更为明显 还有包括日本韩国 那希姆的父亲是管理人员 母亲是会计 那希姆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并且那希姆和妹妹都在中国留学 妹妹当时还在北京 伊拉克人特别喜欢踢足球 甚至于有一次在战争状态之中 他们还在客场战胜了中国队 虽然中国队是以友谊第一 为信仰的球队 圣志部 主场输给战争中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不知道是不是足血有意为之 顺便吐槽了一下中国足球队 那希姆不喜欢 不光喜欢足球 更喜欢乒乓球 还交给了他的女儿和儿子打乒乓球 那希姆的太太很漂亮 跟那希姆一样 浓眉大眼 轮廓清晰 而且皮肤白皙 伊拉克人当中有阿拉伯人 库尔德人 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 前面两个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后面两个是信仰基督教的 不过 所有这四种人都是百种人 外观看上去差别不大 放在一块我也分不清楚谁是谁 那希姆的太太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 也经常去 出去做志愿者 中东地区的志愿者很多 大多都是女性 从事照顾参加儿童和抚恤老人之类的义工 周五的清智寺里边有一个角落 专门是募捐的地方 人们从大殿上走下来 都会走过那里 放一些钱进去募捐箱 募捐箱后面的墙上面 贴着一张布告栏 那希姆告诉我们 捐赠的款项都会记录在上面 说了多少钱 怎么用的都非常清楚 像我们家乡村委会的公告栏差不多 这里面要说一下 他们清智寺的捐款行为 可是跟国内的某些寺院 是没法比的 国内的寺院很多都是用各种手段 包括门票 香火钱 抽签啥的 来获得经济利益 敛财 但是怎么花掉了 通常没有一个公式 但在伊拉克 包括清智寺也好 还有国外的教堂也好 都是没有门票 随便进入 而且从来不会有人 又使你捐款 大部分的捐助项目都有具体目标 也就是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需要多少钱 然后做完以后 把实际发生的费用都公布出来 这样 你做善事的时候 也可以大胆的去做 身在国外 每到一个捐助点 寺庙教堂也好 慈善协会也罢 我都会用身上的人民币去做捐赠 一方面 利益所能及的善行善举 也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 另一方面也是让受捐者知道 捐助人是来自中国 中国人乐善好事 不小气 逛的时间久了 忘记了要去考驾照的事情 等到想起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晚了 周五晚上 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就在办事处的院子里 吃饭聊天 看得出来 涛哥很开心 也很兴奋 跟我们聊起来他的经历 前面讲过 涛哥其实一直在东南亚做祭连 后来参与了和平典范项目 和平典范项目是八十年代末 由美国为歼八二换装雷达和电子设备的一个项目 后来由于八九六四事件的原因 项目终止了 由于当时的二月二月 为歼八二的电传系统所组建的团队已经解散 加上文革时期国内研发的中断 以及高层清醒的认识到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所以背后仍然积极协调 后来经美国点头 由以色列公司为二月提供相应的技术 开始引进以色列的ERM2034系统 和平典范项目升级费用 单价飞机需要一千万美元 一共五十五套 用于升级歼八二M 以色列的开架是一套系统就卖一千四百万美元 当时国家外汇储备有限 但是没有办法 当时的国际环境 我们没得选择 总参拍板咬牙跟以色列签了二十套 包括相控真雷达 以及数据指挥系统 采用先买后仿制的工法 由以色列提供十五套系统外加图纸 然后由二院组装五套 二院跟几个兄弟工厂一起 组建了一个专家组 涛哥就在专家组 负责我们成了这一块 这个项目本来已经拖了很久 当时又是改革开放时间过了不久 国际法意识没有强到如今的程度 至少签合同时 没有想到请律师和审核 然后就签字了 然而咱们忽视了 对方是以色列 是犹太人 正常来说 合同的技术条款会规定一条 就是使用寿命 基载雷达系统通常都是寿命 都是十年以上 可是这个合同里边 技术规定 写的是从合同签订之日起 保证全周期寿命十二年 这个就有询问了 因为设计和制造也就是设备全周期寿命的一部分 看起来十二年要多于十年 但是如果去掉设计和制造时间 那可就真的不一定有十年了 另外 由于整个指挥系统的基础程序都是老美的 所以以色列方面提出 由于帮助我们近况实现战斗力的考虑 以后自己生产系统 其指挥系统的软件部分 也由以色列方面提供 而且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优惠的价格 一千万美道 由于当时确实对合同内容理解有偏差 一直在合同签订之后 二院还组织了跟以色列相关人员的庆功宴 后来才知道 这算是人家把你卖了 你还帮人家数钱 以色列方面都不用费力找借口 轻轻松松拖了四年 才交了第一批给二院 二院这边领导的脸都绿了 但没办法 谈合同时候时间太过急迫 并没有严格规定每一步具体的交付时间 况且后面还有组装的五套没有交付 孩子在人家手里 那只好好脸相迎啊 这15套一共在沈阳装了12套601锁 另外三套给不同的工厂做分析 一年之后 后面五套的散建也到了 项目组组织专家 配合以色列专家去组装 又是各种拖 各种理由拖 然后借口没有参与歼820M的结构设计 要求601省飞啊 求改机体 当今有一句话 自己的炮含泪也要打歪 钱都给人家了 怎么不爽都没用了 中国人的传统是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这也是我父母经常教诲我的 但是做生意 尤其是跟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是不能这样子的 他们有一句话 叫做亲情归亲情 生意是生意 以色列是纯粹的一个移民国家 二战期间 不光德国 整个欧洲的绝大多数犹太人 被关进集中营 财产被充公或者瓜分 二战以后 为了解决幸存犹太人的安置问题 英美法书加上西德政府 曾经于1946年召开会议 探讨了几个方案 包括之前犹太人复国大会讨论的方案 希望统一安置幸存的犹太人 其目标地点为阿根廷 乌干达 维满洲国 就是中国的东北 和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 但是犹太人认为 圣经里面描述了 以色列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因此大量犹太人 包括幸存犹太人 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 乘船来到当时 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巴勒斯坦 并通当地人发生了冲突 一直持续到现在 英国人和法国人 最初是反对将巴勒斯坦 作为犹太人的建国领土的 那个时候巴勒斯坦 还是英国和法国的联合殖民地 但是随着独立运动的展开 埃及 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等国家都脱离英法而独立 连巴勒斯坦都要独立 于是英法放弃了最初的主张 甚至纵容以色列 于是圣经上面所描述的 潘多拉盒子就从此被打开了 以色列建国之前 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都被排挤 但是建国之后 以色列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以色列建国之前的 二十年间 中东各地陆续发现了油田 二战之后 石油的需求日渐旺盛 油田的数量也激增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 希望摆脱英美 对于石油价格的控制 从而提升了石油价格 于是英美找到以色列 成为他们在中东的代理人 从那以后 石油价格只要低了 一定就会有战争 有了战争 市场就会预期 石油供给不足 于是价格就会涨回去 那现在油价低了 为什么没有打呢 您先别急 因为美国跟伊朗 签署了解决核危机的备忘录 所以第二大厂油国 跟那个伊朗 又开走马力 生产石油了 请相信 这种局面 维持续不了多久了 由于美国 也由于伊朗 伊朗是怎么样的国家 后面会讲到 这是2017年3月份 发生的事情 我三哥的远见着实 确实令人不阿目相看 后面大家看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欧洲人排斥犹太人 应该是有原因的 反正阿尔院当时 对以色列方面非常的失望 由于项目的一再拖 拖沓 院领导被空军司令 骂了个沟血喷头 新的飞机上不去 就只能用外汇 去买老毛子的苏两期 这还不算完 如果只是延期也就算了 到了98年大洪水那一年 咱们国家经历了太多的不顺利 真的是注释不顺 大使馆被诈还不说 和平典范出了大问题 以色列交汇的那15套 全部都不能用了 以色列跟当时签订的 ELM2034系统 居然包含了 敌我识别系统的发射和接收装置 敌我识别系统的原理 类似于一个BB机 不断发送 由密码转换成了钥匙 如果其他阵地的友方 接收到这个密钥 那就判断为有机 否则就判断成敌机 飞机在天上飞 速度快 速度快 高度高 就靠敌我识别系统来分别敌我 这个东西坏了 飞机就不能用了 后来一检查 发现整个软件系统 都被植入了木马 也就是病毒 到了时间 就自动上锁 除非请以色列的专家过来解锁 这时候空军的领导才明白 为什么当初指挥系统 控制系统那么便宜 才一千万美刀 因为利润就在 就藏在后面这些维护和解锁上面了 这一次的费用加起来 已经快赶上当初合同价格了 你说黑不黑啊 二院发现了问题 马上就上报领导 后来发现 ERM2034系统里边 猫腻还不止这些 有些事情啊 也不能说了太多 于是 总三下了指令 成立总装备部 协调处理所有新设备采购 成立专门的电子信息部队 负责分析和研究 军用软件的开发和引进 这也是现在我军 红克部队的雏形 经过解锁的歼8-2M 立即退役 转为外销 在半年之内退役 全部现有的迪沃识别系统 和平典范案的项目 也就此解散了 歼8-2M曾经是许多 军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空中闽男子嘛 对吧 他是完全自主设计的 第一款超音速战机 也算是第三代战机 也就是英雄飞行员 王伟的坐机 大家都不太清楚 为什么生产批量那么少 又那么快退役 其实后来 透过外销市场的反馈得知 以色列的电控系统 基本上都有后门 类似马岛战争期间 法国把飞鱼的飞鱼导弹的 技术资料送给了英国一样 这种开后门的手段 在真正的战争中 都会成为胜负手 这也是歼八二人外销 一下都没卖出去的原因 前前后后两亿美刀 就这样呢 给了以色列犹太人打了水漂 你还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人家最会玩的就是这个事 涛哥的工作几经波折 还没真正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心里非常不爽 其实空军的领导更加不爽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 正是由于和平典范项目的麻烦不断 停滞的军机信息化系统 得到机会重新启动 通过对系统硬件和软件的解剖 让科研部门有了感官上的认识 对于迅速提升技术储备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次海湾战争 让空军领导认识到了预警机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涛哥之前的军机系统化工作的经历 这一次又被抽掉 参加国产预警机的研制 替着涛哥讲述自己的故事 江苏跟我都很唏嘘 国家必须要有自己强大的工业基础做后盾 才能不被卡脖子 在我心里边 这个世界有三个国家 跟他们打架道的时候 必须要格外小心 第一个就是以色列 后面还有伊朗和俄罗斯 教训惨痛 应当永远铭记 伊朗的情况 从中兴事件上面可以看出 对你 当然里面包含了中兴 聘请犹太律师的 不明智之举 跟二院的教训何其的相似 再次 这里再次表现一下自己的远见着实 周波的时候 班师处是不上班的 但是其实大家都没什么地方去 而且也基本都住在班师处 所以就没有了加班不加班的概念 而像我这种外联人员 本身也不是常驻员工 就更加没有加班和休息的概念 周六 涛哥跟我各自都要出去场战 相处要去伊朗一周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大家再聚聚起来 好 这节讲完 喜欢的点赞留言转发 谢谢大家